真是好消息 本土疫情趋缓 10号终于在线零确诊 距离上次本土加龄已经是今年元旦 2号有境外移入改列本土个案 3号投机清洁副确诊 引发疫情连环报 距离3月10号再次加龄已经相隔68天 可以让大家高兴一天 但是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 确确实实把疫情控制住 目前本土三条不明传播链 包含宜兰境外移入家庭监测至11号 新被火锅染链监测期到12号 两岸近两天就能结案 只剩南部旅游团染链监测期到21号 而9号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 应急除湿 原本占链境外 但它的CT值从27上升到30 N抗体阳性 指挥中心认为在防疫旅馆感染几率比较低 比较不像是在防疫旅馆当中感染 也有可能是在境外就已经感染 国内疫情看似稳定可控 从去年5月11号升二级警戒后 5月19号又升三级 7月27号后降为二级 今年3月1号开始经济防疫新模式 将近10个月外出戴口罩措施 仍未放宽 究竟何时能恢复正常生活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还是尽量戴 口罩要松绑 也是有机会 这两岸近两岸近一个月 并不明显置 这个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期 专家认为本土在线加龄 是好的征兆 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想要完全解除口罩尽力 恐怕还要再等等 这一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嫂 并望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数量有限 你要买要快